作词 作曲 李宗盛 作词 作曲 李宗盛 作词 作曲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今晚醉在少年朗 巍巍中华 碎幽幽 奉承小霞 同名人 千古传奇 不兴趣 我又为其理好爱 今晚醉在海海海 眼睛都给我睁大点 放走了贼和尚 我要你们的狗命 是 这是最后一夜了 你们两个都给我精神点 是 都两天了 那和尚肯定早就六只大鸡了 可咱们还得在这耍鸡 看自己了 那边看看 那边再去两个人 是 看有没有 没有 真是的 也不知道咱们老爷想干嘛 那边看看 是 哪有什么和尚 走完这一趟 咱们回去休息休息 没错 我 不 没누认 我 不 咱们 我 怎么 都 咱们 我 我 我 可能 哪里走 跑不了了 赶偷大爷的财宝 宝瓶是我的 谁也拿不走 他会来 anser 之外 任何颜色 Opp, 令我 行 好了 ответ 好的 伤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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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 这么晚您还起来 我回来了 你们也累了 回去休息吧 多谢大人 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大人今天这么管着我 你跑不了 休想偷我的采访 看死了西楼 是 别睡觉 里边去看看 我看那和尚不会来了 就是来了 也叫他插之难飞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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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不好 分手费 那是怎么想裂了 快去着火 大家小心保护好宝瓶 是 看好了 没动静 火怎么灭了 小心点 火来了 快走 我的宝贝 快走 混蛋 我叫你们看守鹦鹉 你们竟敢在此睡大觉 不是老爷自己把鹦鹉拿到房间去的吗 还叫我们休息 对 要不我们怎敢在此睡觉 胡说 我根本就没出过房门 那就奇怪了 怪什么怪 你们丢了鹦鹉 现在我要你们的命 不 不好了 老爷 求老爷输税 那宝瓶我们日夜看守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现在就是不在了 快说 他是怎么取走的 他是怎么取走的 人小的实在是不知道 不知道我那金银你是否还在 可惜 功亏一篑 功夫还差了一点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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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门口有个自称智能小和尚的求见 有请 大人 大人 依照前日约定 我已将宝物取走 见完毕奉还 还望大人能够遵奉诺言 释放重人 至于我本人 要关要罚 听凭裁处 你错了 约定的是要取走三剑 而你只取走两剑 要我剑约 恐怕不行 大人的内方金银 贫僧不便随意取走 是没法取走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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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耳朵上的一封白金耳环不见了 耳朵上的东西不见了 还不赶快去找 找了 可怎么也找不到 大人 这夫人的耳环是我顺手取走的 不过大人不必担心 我并没有拿走 还是原物奉还的大人 什么 是你取走的 而且还还给了我 在哪 就在大人放金印的匣子里 什么 好 果然在这里 真是火箭鬼 好 佩服 果然是名不虚传 本官心服口服 那好 希望大人能够如约而办 把那些百姓放了 别着急 吩咐下去 这些在书房摆上最好的斋饭 是 本府有事和小英雄向上 里边请 来 我先敬小英雄一杯 本府十分钦佩小英雄的身手 多吃点菜 大人盛晴 贫僧十分感激 如有什么需要我去做的 我愿意效劳 英雄此话当真 出家人不打狂语 实不相瞒 那天约定让你娶我三宝 就是想亲眼见识见识英雄的本领 说真的 当我看到金印未曾动使 我还有些失望 这又为何 因为我想求你帮我去盗一个印 盗印 盗印 实不相瞒 新来的巡抚 年纪轻轻 好不小理 听信小人谗言 坚明无告 存心跟本官过不去 所以我想给他点颜色看看 请你施展一下本领 把他的那颗印盗来难为难为他 你看 这事关重大 怎么害怕了 害怕自己的能力不够是不是 不要紧 只要你把印弄到手 一切后果由我担待 怎么样 你把印弄来 我立刻就放人 此话当真 当然当真了 好 三日之内一定办到 痛快 痛快 什么 臭儿 人世间仕途险恶 你这次可陷入出家人最忌讳的泥潭中了 我还没想到 师傅 我为救那些无辜受冤的鸡民 只得答应了那个狗官 你一定得帮我从这泥潭中拔出身来 那么我怎么样才能救出鸡民 又不使自己陷入泥潭 师傅 送你两句话 一句是劝恶从善 不管是什么样的恶人 都要尽力劝他们弃恶从善 另一句是以牙还牙 在善治其人之身 对那些不思悔改的恶人 就要用他们的恶行惩罚他们自己 来不点喝 老爷 请 老爷 你尝尝 好吃吗 这可是我专门为你做的 好 你做的当然好 多吃点 这 大人 今夜已到手 请您验收 让我看看 不错 这实在是太好了 那大人答应我的事呢 没问题 来人 大人 有何吩咐 有何吩咐 把那些鸡民放了 再拿一百两银子送给这位小师傅 是 是大人 不 这银两贫僧万万不能收 一点酬劳 也是应该的 不 贫僧真的不能收 我说 你还愣在那干嘛 还不快去放人 是啊 大人 感谢大人恩德 贫僧告辞了 有一句话我不得不说 小师傅不必客气 请讲 好 是这么回事 大人 昨天夜里贫僧受大人之托前去府院盗取金印 潜入府院之后 我在巡抚书房对面的房顶上待了半夜 以寻找下手的时机 看那巡抚虽然年轻 却不像昏庸坦比之人 喜剧衣食都很简朴 批阅公文直到深夜 他韵笔如飞 很有条理 我想大人与他之间是否有什么误会 平僧因为受大人厚待又已答应道印 但此印虽然到来终觉有些不当 为此平僧有一建议 什么建议 不如明日 大人派人将金印送还巡抚衙门 只要说是手下差役夜巡所获 而道印人已逃 那样即使巡抚有所怀疑 也找不到任何把柄 反倒要感激大人 如此你们之间的误会便可消除了 此言有理 带我细细斟酌送客 老爷 这几日怎么这么勤快 夫人有所不知 这几日是大快人心 今天我要亲自送给巡抚集批的公文 要巡抚欲批付 若几天下来巡抚不批 我就可以上奉朝廷 朝廷就会派人来查 一旦发现巡抚的大印不见了 轻则割职 重则处死 你说还要比这更舒心的事吗 你的贵主意可真多 这下他完蛋了 这下来 这下来 禁印呢 糟了 大人 大人 魏知府求见 你去告诉他 就说我身体不好 不见 是 这是越忙越添乱 巡抚大人身体欠佳 不能见客 我有急批公文 必须马上请巡抚大人批示 巡抚大人现在不见客 误了大事 你吃醉得起吗 给我让开 大人 你不能 你给我闪子一把 巡抚大人 下官有要事请您定夺 你 下官深夜来访 是因为有两个紧要公文 请巡抚大人盖章 盖章 对 盖章 大人 下官盖好章就走 请您现在就盖 你先放在这 盖完章我差人给你送过去 金印就在桌上 何必要如此麻烦 大人身体不适 我来替您取应 不 不用 别客气 不 不好了 着火了 什么 启禀大人 后院不知何故他着了 大人 你看 还站在这干嘛 赶快去救火 救火 救火 快一点 来 来 水 快点 快点 救火太大了快 救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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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真是报应 魏大人 宣布大人吩咐 我是凶猛 恐有不测 此音暂请魏大人耻悟 这真是祸不单行 魏知府 你手上拿着本棺的金印干什么 这不是你让书筒交给我的吗 我府上根本没有书筒 你是不是想到我的印 没有 这盒子本来就是空 分明是你想偷我的棺印 无谋不轨 大人 这实在是没有的事 我有证据 你看 这 来人 把他给我拿下 抄家搜查 大人 大人饶命 我坦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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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事 我坦白 感谢观看